接下来带您来到科工馆 欣赏机构木偶奇遇记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自动机特展 机构木偶奇遇记 展现机构达人们对木仪机构的创意巧试和精巧记忆 事实上机构都有东西 有些人可能认为说 就把它想得非常的硬 把工业缝来一样 事实上我们最早像这个展里面的东西 你会发现都是趣味性的 因为早期我们在做这种自动机的创作的时候 都是一些为了乐趣 甚至你只是为了进贡给国王的贡品 所以当然你都是做一些非常精巧的设计 所以刚好符合这次的一个展品 你会发现两个老师的作者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一眼就能辨识出他们的一个 这是谁的作品 老师的作品里面事实上都带一点生活趣味 但是你要如果再细一点去看的话 才发现说原来它里面有它的设计的一个学理在 那这部分就变成说我们博物馆的 还是有以教育为使命 所以变成说我们如何把它做 前面就后面这一段的关于教学的部分 透过这种现场活动动手活动来让民众去接触 而且我们现在又非常地推行这个创客教育 希望能够不只是永远在设计的阶段 希望能够动作去实践 所以我们才会搭配这个展去推广很多的动手活动 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现场后面有规划一个动手做区域 这个是每天都会有 那这个是非常及时的你想要临时体验都可以参加 那这个是透过简单的直转模型组装 那你去了解最基础的连感机构 甚至齿轮机构 那如果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变成说我们周末的话都有邀请老师来做现场的教学 像两位老师像他的其中作品 我们就挑了几件出来去做这种实作的部分 那也排了像比较懒的部分 那就是老师亲身来示范给我们看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规划的一个活动 机构末其预计连展办理工作坊 交流座谈末模型现场创作 并由唐一秀与迎记春老师亲自授课 分享创作心得和理念 另外安排有机构科教动手做活动 让参观者观赏之余亦能享受动手体验乐趣 十方新闻黄慧如黄开节高雄采访报道